小品女王宋丹丹 1960年出生于北京 京圈世家 父亲曾是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 母亲是中学美术老师 大哥曾在中央办公厅工作 担任山西省副省长等职 宋丹丹从小学也不优秀 两次高考落榜后 1981年考入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训练班 在这里一待就是37年 1984年 24岁的宋丹丹参演电影《红白喜事》 荣获文化部观摩演出一等奖 和北京市政府 表彰优秀演员奖 1985年 她凭借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荣获 第六届中国电视飞天奖最佳女配角奖 之后 她在话剧和影视领域语获殊荣 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台柱子 真正让宋丹丹名声大噪的是小品 1989年 她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表演了小品《懒汉相亲》 其中那句案叫魏淑芬 女29岁 至今未婚成为经典 1990年 她再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与黄红搭档演出小品《超声游击队》 广受跑评 之后 她与赵短山合作的《白云黑土》系列作品更是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 在演艺事业上宋丹丹顺风顺水 但感情生活却颇为坎坷 她24岁时与相识三个月的 第一任丈夫闪婚 一年后闪离 对第一任丈夫的名字一直守口如瓶 1987年 宋丹丹迎来第二段婚姻 丈夫是英达 英达家族显赫 祖父英千里 父亲英若成 都市中国近代时尚 赫赫有名的人物 1989年 英达和宋丹丹正式结为夫妻 1993年生下儿子巴图 起初几年 英达和宋丹丹夫妻恩爱 事业齐飞 合作指导了中国第一部大型情景喜剧 《我爱我家》 然而 英达却在功成名就后 《与我爱我家》的编剧《良欢》搞起了地下情 宋丹丹得知后怒不可遏 立即与英达办理了离婚手续 此后20年与英达老死不相往来 1997年 宋丹丹36岁生日当天与相识 仅28天的亿万富豪赵玉吉闪婚 起初这段婚姻并不被人看好 但他们格外珍惜 与赵玉吉前妻的女儿相处融洽 还和赵玉吉前妻成了好朋友 宋丹丹的事业足够成功 感情却饱受挫折 希望她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